千億師傅徐子琦全職在家 一個人帶七個孩子 其中三個娃大伯歌家的 豪門生活等於躺著素前 大錯特錯 這看千億師傅徐子琦 如何演繹超級媽媽劇本 這位曾經的女明星 如今每天都在上演豪門玉儀記 她不僅照顧四個親生娃 環繞帶大伯歌家的三個小盟寶 從名校食肆到全職媽媽 徐子琦的人生簡直是過山車呀 究竟是什麽讓她在今前 智想的世界裡成為玉儀女王 好了各位吃瓜群眾 讓我們繼續爬一爬 這位千億師傅的傳奇人生 徐子琦這波操作 可真是讓人帶點眼鏡呀 2008年她嫁入豪門的消息 可視炸完了整個娛樂圈 大家都以為她從此就能躺平素前 喝茶看報料 結果這位女強人 直接給我們上了一課 豪門色虎阿根兒不是想像中那麼輕鬆 婚後徐子琦意話不說就告別了演藝圈 這轉變速度簡直堪被火箭發射 但是各位辯會呀 人家何不是單純地想當個米蟲 徐子琦這事要在豪門裡帶展拳腳呢 她一口氣生了兩女娘子 把好似臭得妥妥的 這操作簡直就是豪門版人生贏家呀 不得不說這位前女明星的生育能力 可真是讓人嘆為觀止 但是各位觀眾老爺們請注意了 隨此其的日常 可不是我們想像的哪樣猶在 她每天的日程表滿得像過賽爆的行情本 照顧孩子、陪伴家人、參與慈善活動 這那裡是甚麼神仙日子呀 簡直就是人間煉獄好嗎 想像一下從紅毯女王到全職媽媽 這落差感不雅於從天堂直接跳進地獄呀 但是我們的徐子琦可不是一般人 她可是有著英國倫敦大學的學歷 還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拿下了傳播學碩士學位咧 這樣的學霸背景讓她在豪門中如如得水 全英文演講小菜一碟 處理家庭關係輕輕重重 講真看道這女我都忍不住要為徐子琦點個讚了 這那裡是甚麼單純的豪門師父呀 簡直就是超級女強人好嗎 她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 進豪門不是終點而是另一個人生起點 想在豪門立足光靠美貌可不行 還得有真材實學咧 徐子琦這波操作 簡直就是給那些想要一夜報復的 聖夢少女們想了一堂生動的人生課 看來豪門生活也不是那麼好運的 需要的可不僅僅是一張漂亮的臉蛋呀 各位吃瓜群眾 你以為徐子琦的故事到這裏就結束了 太天真了 生活總是喜歡吸人來點驚喜 徐子琦的驚喜簡直是驚調下巴級別的 就在她剛剛適應四個孩子的生活時 突然間又多了三個小文化要照顧 這是什麼神仙操作 難道是豪門版的領養計劃 非也非也原來是徐子琦的大伯哥 帶回了三個可愛的雙胞胎男孩 這三小家伙是試管嬰兒 媽媽是誰至今成埋 簡直被百點檔環繞狗血 這得如其來的變故換作普通人 恐怕要當場原地爆炸 但我們的徐子琦可不是一般人 她以話不說就承擔起了照顧這三個孩子的重任 這操作簡直是豪門版的父母 就這樣徐子琦一夜之間成了七個孩子的超級媽媽 想像一下一個女人要同時照顧七個孩子 這畫面簡直不要太刺激 但徐子琦卻像個百扁超人 在孩子們之間來回穿梭 看得腳不尖地 不過各位便會了 徐子琦雖然是超級媽媽 但她可不是全能保母 在豪門裡她有一大群幫手 保母、玉兒師、工人、司機、私人教師 簡直就是一支玉兒軍團 這陣容被NBA全名聲賽環繞豪華 徐子琦的主要任務是陪伴孩子、給予關外 至於換尿布、做飯、洗衣服這些雜活 自然有人包辦 說實話看得這類 我都有點羨慕質到限料 普通人戴個蛙都累得像條狗 徐子琦卻能輕鬆應對七個 這差距簡直比馬路牙齒還高 但轉念一想她面對的壓力 可不比我們少 想想看她要在眾多勇人面前保持威嚴 還要讓七個孩子都感受到愛 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這簡直就是現實版的七龍珠 每個孩子都是一伙珍貴的龍珠 需要細心呵護 更厲害的是徐子琦還懂得這力打力 通過照顧大伯哥的孩子 他在你家的地位更加穩固了 這波操作簡直就是教科書級的職場智慧啊 不得不說徐子琦這招以愛覆人玩得太溜溜 在豪門中能得到長輩的認可可視從中之從 徐子琦這招一寫三了不僅贏得了大伯哥的好感 還提高了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 同時還能讓孩子們感受到滿滿的愛 這操作簡直比古神巴飛達還要高明啊 看完徐子琦的玉兒大作戰 你是不是覺得他簡直就是人生贏家 可別高興得太早 豪門生活可不是想像中那麼好運的 徐子琦能在豪門中站穩腳跟 靠的可不僅僅是運氣 他有一套屬於自己的豪門生存秘笈 簡直比孫子兵法環繞高興 首先徐子琦可不是靠臉吃飯的花瓶 他有真材實學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這在國際化的豪門圈子女可視加分控 想像一下在高端宴會上 徐子琦優雅地用英語與外國奔俠交談 這畫面簡直不要太微 而且他懂得審時到勢 分後就退出了娛樂圈專心經營家庭 這波操作簡直就是適時務者為進結的最佳傳息啊 其次徐子琦深浪內外兼修之道 他不僅要照顧好自己的四個孩子 還要照顧大伯哥的三個孩子 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讓他在離家的地位愈發穩固 要知道在豪門中能得到長輩的認可可視從中之從啊 徐子琦這招以得福人 還得簡直比孔子還要高明 再者徐子琦還是個公關高手 他和公公李兆基的關係好得不得了 在家族合影中總是緊捱著公工作 這種細節足以說明他在家族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不得不說徐子琦這招討好長輩還得太溜溜 簡直就是現實版的陰環傳呀 只不過他是用真心贏得了長輩的喜愛 最後徐子琦還懂得與時俱盡 雖然他退出了演藝圈 但並沒有與社會脫節 他經常參與慈善活動 保持著良好的社會形象 這種做法不僅為李嘉贏得了好明星 也為自己積累了社會資源 可以說徐子琦這招以得福人玩得太高級了 簡直就是現實版的公關達人呀 徐子琦的這些做法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浩門媳婦形象 他不是單純的花瓶也不是只會花錢的敗家子 相反他聰明 善良 有才華 還懂得如何經營家庭和社交圈 這那類是甚麼浩門媳婦呀 簡直就是人生導師好嗎 徐子琦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 想要再浩門立足 光有美貌還不救 還得有真材實學和歌人的智慧 他的成功是智慧 才華和努力的完美結合 這簡直就是給那些幻想加入浩門就能躺平的人 想了一堂生動的人生火呀 看完徐子琦的浩門生存備直 是不是覺得這位千億媳婦簡直 就是人生贏家中的戰鬥機 但是各位吃瓜群眾 找門可不能隻看表面呀 浩門生活看似光鮮亮麗 背後的辛酸 只有當事人才知道 徐子琦這位超級媳婦的日常 可不是學學下午茶 照片買買買那麼簡單 想像一下他每天要面對七個孩子的各種需求 簡直被打群家環繞女人 再加上要應對複雜的家族關係 參與各種社交活動 這那類是什麽神仙日子呀 簡直就是人間修煉好嗎 但是徐子琦用自己的經歷告訴我們 人生不能借看表面 真正的成功需要實力和智慧的雙重加持 他的故事就像一部現實版的因環傳 只不過他用的是真材實學 而不是公斗手段 所以各位別再幻想著 加入浩門就能躺平了 要知道像徐子琦這樣的超級識負可不是 隨隨便便就能當的 他的成功是智慧 才華和努力的完美結合 簡直被朱穆朗馬峰環繞高不可攀 徐子琦用實際行動全識了 甚麽是成功的浩門識負 他不僅是一個好妻子、好媽媽 還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公眾人物 這樣的女性簡直就是 現代版的嫌妻良母呀、吸貴了 但是各位別忘了 他現在可是一個人戴著七個孩子呢 這樣的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嗎? 或許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 平凡但幸福的生活才是最珍貴的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像徐子琦一樣 在浩門中猶人有餘 徐子琦的故事給我們想了一堂生動的人生課 他告訴我們 無論身處何種環境 最重要的是保持自我 不斷提升自己 只有這樣才能在人生的舞台上綻放光彩 成為自己的人生贏家 所以與其羨慕別人的生活 不如好好經營自己的人生 畢竟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都有機會成為最棒的自己 對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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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是